各位朋友,常言道,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有人说性格决定了命运 我倒是觉得呢,性格决定的是命运的下限 而知识才能决定你命运的上限 中国打假的网红铁头 前一阵呢,跑到日本尿痴,静国神社 瞬间呢,就成了中国爱国网友心中的铁汉 是这个 可是呢,铁头呢,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 起点太低了 最近呢,江湖传言说铁头被抓了 好多粉丝呢,也给我爆料 说这个事儿,你也得给我们说说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那么一个爱国的铁头,为什么要抓他呀 你能够我铁头进去了吗,进去了 这高兴的事儿,你替他干什么 有人打了,我就回答一下 他进去了,我就高兴 在三亚我就说了,必须进去 必须进去 老哥识过言吗 老哥有没有识过言 在三亚这不叫我就说了,等着必须进去 那能不进去呀,敲打勒索 好了啊,那个随我喜欢唱歌 这是一个带货的网红 太原老哥,说铁头进去了 网上也传了,说有一个扣押决定书 这里边呢,扣押了铁头的财物 说铁头也进去了 警方也发了一个警情通报 这回可以确定了 铁头真进去了 为什么进去的呢 近日我局对董光明 网名铁头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 依法立案侦查 经查2024年5月 几个人经合谋以爆黑料相威胁 向某带货的主播索要数百克的黄金 并许诺交付以后将提供保护 经多次交涉后 获得该主播向其指定的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 目前 董光明等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杭州市公安局宾江区分局8月27号 铁头证实被抓了 他向带货主播是不是刚才的太原老阁呀 太原老阁这是给他打钱完了以后又把他给告了呀 就这么一个路子 你只要是接受了人家的大额的钱款了 那就是敲诈勒索 各位 他这里抓着我 公推我第三把 看来还有的 你们都是王八蛋 你是王八蛋 你全叫做王八蛋 王八蛋 伸出你这么个小王八蛋 王八蛋伸出你 王八蛋伸出你 用这 一切扎骗吧 老兄承诺 一切扎骗吧 你把老兄承诺 把公层闭上 诈骗不是老兄承诺 看看 诈骗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不要想了 对 你们立即了 等一下摸也有事 立远一点 你没有看到他刚刚 那个胸臣上大了的 不是 我还需要的 你现在需要的 大会一会在那 没事 你也说把这个 那是 他们会剪辑的 他们有专业的 他们会剪辑的 你还要去医院 好 对的我妈 对 我跟你说 我现在被 他也骂 我也现在去 好 对 我去看 姐姐 姐姐已经被剧了 都急救了 他要再骂一会就会舒服了 他想再骂一会 我再骂我 我就 没有快 这里 这里 他妈是卖猪肉的 谁妈是卖猪肉的 妈是卖猪肉的 妈是卖猪肉的 妈是卖猪肉的吗 我在跟他讲话 谁妈是卖猪肉的 他跟他讲他的身份是什么 平常有点平息 你要去医院 要去医院 想清楚 你到医院需要自费的 你要想清楚 你要到医院要自费的 你这是给我狗仔给我闭上 什么 我要去让他冒人 当着你的面 他都敢冒人 你说什么话 你有什么这个说话 你把人打了呀 他们一直在变得激怒别人 我们来了 你把狗仔闭上 我们没挑事 从来没讲过 铁头这个打假是没有错的 虽然这个他的模式 就是有点碰瓷 社会流氓的那种做派 但是打假也是没错的 错就错在了敲诈勒索上 如果你真的是秉承着 公益心去打假的话 那绝不可能跟商家私下里和解呀 那你曝光啊 曝光完了以后 让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部门来罚钱 对吧 那才是正经的打假呢 可是呢 铁头这个打假是以牟利为主的 那就变了味了 各位 证实确实是被抓了 铁头啊 他的起点 他的起点太低了 铁头本身 他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是被判了开设赌场罪的 开设赌场呢 那能不是黑社会吗 所以铁头 现在你别管他到日本 尿瓷静国神社 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的本质 依然是个黑社会的地痞啊 他出来打假 纠结了他原来的一些 那些这个社会闲杂人员 用那种碰瓷似的 地痞流氓的方式 去敲诈勒索 那能不抓他吗 你再披着爱国的外衣 那也得抓你啊 你是违反了大陆的法律啊 逃过了日本的引渡 那你逃不过大陆的法网啊 所以铁头被抓 一点都不冤 但是很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啊 说为什么要抓铁头啊 正义被压制了呀 黑白不分 铁头的出现 打脸了有关部门 逃出日本 没能逃出大陆 支持铁头 如果他被抓 天理不容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这些人呢 是看中了铁头 在日本的那个英雄行为 也有朋友说两回事啊 爱国归爱国 但是你敲诈勒索 那就得抓你啊 支甲买甲 然后再让别人去赔偿 和敲诈勒索 有什么区别呀 这回就等于说是栽进去了 玩陷了呗 他确实是这回彻底的完蛋了 他作为刑满释放人员 二进攻 敲诈勒索 本身的罪不轻啊 他敲诈的钱也应该是在几十万 上百万了 那可是重罪啊 所以铁头可能这次也得判了 至于网红呢 就更没戏了 他的账号解封呢 是天方夜谭了 有人还说啊 铁头整治了不少黑心的老板 是铁头的崛起是一个光速 几个月的时间啊 通过打假 市面上的这些不良的商家 积攒了上百万的粉丝 成为一个网红 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利用啊 就像我说的一样 铁头本身就是个地痞流氓 他如果是真的是有点素质 有点文化的话 他就会充分的利用手里的这些好牌了 我继续打假 但是绝不以这种敲诈勒索的方式 去跟商家私下里谈 挣钱是在网红带货上 那挣的钱不比你敲诈勒索 要安全细水长流的多呀 你还能有一个社会的好名声 对吗 可是铁头本身就不是一好人呢 各位 没办法呀 还有朋友说啊 说其实打假的法律已经改了 如果抱有目的性的打假索赔 是可以定义为敲诈勒索的 可以打假也可以索赔 但是不能抱有目的性的去打假索赔 知假买假 这个就不同了 那就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中国现在的营商环境 极需要维护了 经济下滑的厉害 商家现在可以说是苟延残喘的很多呀 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允许他们 支假买假 那谁能保证商家手里边 他没有一点假货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变 这就注定了铁头这种必须得抓 有人说 看热闹就行 他也算不得好人 有人说他就是为了打假 没有好下场得罪了很多人 反正是社会对铁头的评价 现在依然是两极化 有人说铁头是这次是被冤枉的 还是那句话 打铁得靠自身硬 铁头本身 他就怎么说呢 本质上他就不硬 身上的缺点太多了 包括他这次被全网的封禁 那不就是因为自己在直播中 说自己什么嫖娼包叶双飞的事 你说脑子犯是正常点的 有点文化的 能自毁前程吗 在网络上公开说这个吗 铁头本身 他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那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嘛 智商其实挺低的 这个情商也没有 基本上这就是铁头被抓的真相 彻底的完了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